继续是老外看湾区系列报道 4月7号 习近平总书记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广州成功地举行了非正式会晤 为中法两国友谊注入新动能和新活力 今天与我们见面的是两位法国朋友 他们在广州定居工作 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粤港澳大湾区 都有着自己的深切感受 广州 我住在广州 这是我的第二个地方 这是我住在广州的义层 这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2012年来到广州的尼可 一直从事法语教学 见证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广州的叠变 在广州定居十多年的他 现在已经会用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等必到的中文词汇 来描述切身体会 我们住在大学城 也不在市区 但是做地级啊 就可以直接到了市区 我需要什么帮助啊 可以问某什么人 我可以问他们 以及他们很乐意帮我 我觉得惊恶了这个 我就有安全感在广州 习近平总书记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广州会晤时谈到 了解今天的中国 要从了解中国的历史开始 恰巧 尼可的爱好就是研究历史 她有空就会到广州的历史文化街区逛一逛 用绣花功夫 微改造 让城市留下记忆等城市发展理念 让她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就是保护老的 有历史的 有文化的 这些地方是没有破坏 所以这个事是很好的 那我们西方的国家 也可以看一下 也可以学习啊 也可以互相交流啊 这个也是一种 激发作用 文化是沟通交流的纽带 越来越多的中国美食 美景与经济发展等信息 在国际社交平台上发布 让更多人了解广州 了解中国 法国人斯蒂文 就被大湾区的经济活力深深吸引 去年也来到广州工作 目前斯蒂文从事中法合作教育工作 他鼓励法国学生来广州读书 也鼓励广州学生去法国实习 希望双方互学互建 共同搭建中法友好交流的桥梁 我能够送我的学生去朋友 去推荐广州 有很强的合作 广州可以在未来的利用好专业 给我们提供的资源 加强广州和法国之间的合作交流 去促进这个友好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 从广州从粤港澳大湾区 了解今日之中国 愿意中方在科学 教育 文化等多领域开展广泛合作 而中国正以更开放的姿态 拥抱世界 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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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